日前有一名補習班教師 他就在臉書上面分享流有一對國小兄妹 他們的好成績還有他們的表現 同時呢他就在文章裡面PO出兩個人呢 一週七天的行程表 那他們兩個人呢你猜凱毅 你猜他們每天早上幾點起床 身為一個學生 國小生 其實我知道他們幾點起床 但是我想講我以前小學的時候 我大概都是六點多起床 對 因為其實上去學校時間大概七點半左右 所以六點多起床差不多 對 但是他們呢是五點五十分起床 而且呢起床之後呢 第一件事情不是刷牙洗臉 他們還要先寫公文喔 就是一些數學啊 英文一些科目的公文 真的是非常辛苦呢 對 而且他們的這個時間呢 是一直持續到放學之後 還要去補習班上課練琴 然後念英文等等 直到晚上十一點半才睡覺 那幾乎是沒有休閒的時間 而他們的行程表曝光之後呢 也掀起網友們的討論 會想起國小時光 是不是和同學們一起快樂的 跑跑跳跳 充滿了歡笑聲呢 但現在卻有某隊 國小兄妹 卻補習 上課 才藝 天天行程滿檔 全年無休 而且每天都還只能睡六點五個小時 一名補習班老師 近日在臉書分享 這對小兄妹分別是六年級跟四年級 兩人成績優異 英文程度也不輸美國的學生 還學了不少才藝 還遠赴到日本拿獎 到文也納的音樂廳表演 藉著老師更公布了兄妹倆的行程 清晨五點五十分起床 練習國音速到七點十分再去上學 四點放學之後再去補習 念英文再練琴 晚上十一點三十分才能上床睡覺 假日也是一樣沒有休息 只是把上課的時間改成別的行程 怎麼跟我小時候下課就吃點心 看卡通 假日睡到飽之後再出去玩 差這麼多啊 老師表示 家長認為小兄妹樂在其中 她看兩人臉上也總是掛著笑容 長大之後肯定能成為成功人士 不過順葬科醫師王介立也科普 六至十三歲的兒童 每晚需要九到十一個小時的睡眠 小兄妹的行程會對她們的學習能力 記憶力 情緒調節等整體健康 產生負面影響 並留言給小兄妹的家長及老師 辛苦了暗黑騎士的角色並不好當 我猜想你們是故意想要招來批評 但其實是發自內心想要幫助孩子們的吧 不過網友們看完小兄妹的恐怖行程 也紛紛留言表示 這是恐怖片吧 我就問媽媽自己當小孩的時候 有這麼認真嗎 她們有在安排戶外活動嗎 真的怕爆 小兄妹兩個人的行程表曝光之後呢 震驚了不少網友 而現在她們的媽媽過去發文 也被挖了出來 過去發文就提到 女兒曾經把功課揉成球藏起來甚至交白卷 結果最後被要求重寫200張 而這位媽媽還說呢 學習是沒有所謂的星期天放假 媽媽在2020年曾發過一篇文章 內容提到女兒會把功課揉成球 而媽媽也不會言表示 女兒與大部分的孩子一樣 超學年的學習可能都會遇到的砍 砍是壓力更是痛苦 人遇到砍會如何面對 當孩子又哭又鬧 說不想寫太難了 我們還是會要求他繼續寫 孩子只有在想方設法 這就是人與生俱來的生存能力 媽媽更直言自家學習 沒有所謂的星期天放假 不用學習 更沒有過年出國的特休分別 不過媽媽強調每一個孩子 每一個家庭都不同 適用我家的方法 不見得適用你家 如今文章被挖出來朝聖 引發了大批的網友熱議 這個妹妹大班念得比我弟高中還要認真 甚至還有網友說 沒有玩這回事的小孩其實很可憐 好那接下來轉換焦點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國使館歷時六年終於完成了60萬字四大冊的 陳水扁總統訪談錄 那他在20號下午的時候 就在台北國際書展舉辦了新書發表會 而且陳水扁本人是親自出席 他入場的時候是主著拐杖 不過精神狀況看起來非常的良好 也沒有過去手抖的狀況 那他還表示說他準備要把這本自傳送給準總統 賴清德還有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那他也回憶到了過去啊 自己在國會擔任立委的時候 曾經被韓國瑜打到住院三天 陳水扁就笑說這算什麼只是小兒科 阿扁大筆揮毫在新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 他穩穩的握住筆桿 運筆一氣呵成行雲流水 手一點都不抖 一本簽完再立刻簽下一本 精神相當的好 簡直跟過去判若兩人 就在昨天下午 前總統陳水扁北上出席 自己的新書發表會 日前獲得假釋的兒子陳志忠也一起參加 儘管阿扁出著拐杖 但他整個人依舊神采異異 臉上的笑容根本藏不住 阿扁還大談當年勇 聊起和立法院長韓國瑜 在國會的肢體衝突 陳水扁也表示在那個時代 國會衝突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連立法院長都會被傷耳光 他接受國使館歷時六年的訪談 才完成這套整整四大冊 用六十萬字回顧 他從求學到從政 從立委到市長 以及首度政黨輪替 和逆轉連任四年等傳奇經歷 但就是沒有寫到韓國瑜 其實韓國瑜的故事 那是一個非常好的歷史故事 陳水扁表示 韓國瑜以前曾任立委 後來又選上高雄市長 又去選總統到被罷免 現在又回來當國會議長 他認為韓國瑜翻轉人生的故事 相當勵志 希望有機會來邀請 韓國瑜演唱 來做我的節目 我相信現在這麼特別的事情 可以好好的聊一下 阿扁還說他最想把這套自傳 送給準總統賴清德 和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看 他也提到這個狀況和賴清德 未來面對的是一樣的 要怎麼樣在這個情況下走對的路 可以以此書作為參考 而柯文哲也可以學到 如何扮演強而有力的在野監督角色 繼續帶您關心政治話題 立法院在20日開議 原定是行政院長陳建仁 他要進行施政報告 但是國民黨展開了杯葛 所以當時民進黨的新科立委 黃捷就和國民黨的新科立委 他還說幸好自己在過年之前 有來學以色列防身術 沒想到第一天就派上了用場 不過對此徐曉星也回嗆 說落跑算什麼防身術 沒看過以色列人這樣使用的 希望黃捷不要亂講一通 民進黨立委黃捷伸手想搶麥克風 國民黨立委徐曉星立刻把他推開 藍綠雙書你一句我一句 醜的不可開招 誰也不讓誰 最小心就過來要做事要推我 那就是造成議場的這個混亂 可是怎麼可以去動手搶別人的東西呢 這個麥克風又不是你黃捷買的 這起衝突就發生在昨日剛開議的立法院 行政院長陳建仁準備事件報告前 國民黨團布滿行政院為就實案議題 進行轉案報告 直接在議場內發動杯葛抗議半個小時 藍綺也自備麥克風來表達立場 不過當羅志強話說到一半時 黃捷突然衝上去想要拿走麥克風 而徐曉星一個劍步快速上前阻止 兩人不僅爆發口角衝突 還有一些肢體碰撞 其他女力為健壯也紛紛加入混戰 並把黃捷團團包圍 沒想到這時黃捷趁夕脫逃 又想要去搶麥克風 見況也變得越來越激烈 從兩個女人的戰爭變成一群女立委 最後更演變成兩個黨團互相推擠 直到半個小時後 立法院長韓國瑜請大家回座位 才結束了這場鬧劇 我一直希望可以制止羅志強立委的這個不當的發言 還有造謠的現象 所以我就是要走過去跟羅志強理論 那徐曉星就一直過來阻擋我 黃捷續後受訪表示 是國民黨違規使用個人麥克風在先 他只是想請國民黨就事論事 也慶幸自己有學以色列防身術 更批判韓國瑜 韓院長他作為我們的這個非常重要的協調的角色 也應該發揮他的作用 而不是像今天一開始當造成意識衝突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是選擇休息 那就到後面躲起來了 不過徐曉星也不甘示弱 你提出質疑OK 但是你去搶奪就是不對 所以不要讓 不要以為說國民黨還會像過去那麼好欺負 徐曉星更笑黃捷鬧跑算什麼以色列防身術 並反抢他沒本事 黃捷除了翻白眼以外還有什麼樣的本事嗎 而過去在議會裡面高雄市議會 很多該出席的不出席 該發言的不發言 該上班的不上班 還好意思說別人偷懶 就是你在高雄市議會的時候你最懶 新潔搶賣大戰越演越烈 也讓人期待這兩位新科立委 往後在議會中的表現 不只藍綠兩黨爆發衝突 民眾黨黨內也不平靜 民眾黨副主任美女發言人楊寶貞 他在19號的時候突然請辭了兩個黨職 而他在出面受訪的時候更是否認內鬥 講到情緒激動還一邊落淚 一邊哽咽的說感謝柯主席跟民眾黨的栽培 對此呢民眾黨員同時也是知名的網紅486先生 陳彥廠他就在臉書上開轟 要他要滾就滾 楊寶貞受訪時說自己辭掉兩個黨職 但沒有退出民眾黨 楊寶貞說這個決定讓我掙扎非常非常的久 而且他一度情緒激動哽咽泛淚 他還說可能外界會有很多揣測 但真的不是內鬥 自己從創黨時就加入了民眾黨 這四年多來沒有停下休息 應該要感謝陳志翰讓他覺得很安心 楊寶貞說變成有關我原本的業務 證實由陳志翰這邊做處理 不過486先生陳彥廠就在臉書上怒轟 說楊寶貞是黨內的怪咖 還要他要滾就滾 還在那裝神弄鬼有毛病啊演技有夠爛 而貼文一出就讓許多網友紛紛留言酸說 演技要再加強 還有網友建議486先生應該要開月薪10萬元 聘雇楊寶貞去掃廁所 對於民眾黨爆出有黨內人士質疑 楊寶貞是被請辭的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在今天強調 受不了側翼 民嘴每天都在帶風向 他說楊寶貞就只是做得很累 需要休息一下 楊寶貞是被請辭的嗎 這個我就更受不了 我就受不了現在這些側翼啊 民嘴每天要帶風向 他就是做很累說要休息一下 他也要想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要去選舉 他需要一點時間思考 你們媒體每天要做什麼被請辭 被什麼受不了 那有重要人士來建議呢 楊寶貞當時有人說 是不是要來負責傳統媒體的一些公關 我們還是要跟傳統媒體打好關係 這都有 但是他這次要離職跟這個完全無關 奇怪喔 所以老實講 這個 我們的媒體這樣很努力的製造 製造這種帶風向 我真的受不了 好 我們要走了 要走了 我跟他講說 你要休息就休息 休息好了 要回來工作 隨時可以工作 我倒覺得這樣 他真的超四年太累了